第一類就是offense against 以前是the queen 就是the state 代替它就是against國家 接著那些就是國家安全的罪行 就是叛國那些 在英國本土化裏也叫做capital offense 因為以前可以判死刑的 capital punishment 所以叫做capital offense 這叫offense against the state 在英國就叫做against the crown 接著就是offense against the person 一個對國家安全傷害 一個對人身安全傷害的 就是什麼 謀殺 傷他人身體 嘔打 接著就是offense against property 危害人財產的安全 就是偷人物 打贏錢 打劫 勒索 OK 接著就是offense against public order public justice 就是傷害公眾治安 大眾的道德 譬如遊蕩啊 很多這些之類 這幾個group現在呢 這個是在香港呢 的這個archable 已經將offenses against the state 即是海國家的呢 叫做categorized 叫做national security offenses 這個香港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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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現在的大律書公會主席 Philip Dykes 是個年齡的法律 是個年齡的法律 在香港的法律 那就是 二十六 就是二十六 我現在看關於這個 我上次跟你說過 他這個天書就是把立法會立的法例 將它編成一本書裡面 全放在這裡 全放在這裡 但問題一講是什麼呢 我今天要講一個文化的文化 所以我把這個文化的文化 我先回答 先講的 我剛剛解釋先告訴你 國家安全是屬於在國際法律裡面 每一個國家自己的主權的憲法裡面的法律 最重要是保護這個國家體系的存在 主權的存在 這件事最基本就是維護國土 因為國家要佔領國土 現在不是一個virtual國家 佔領國土 國家的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年來 國家和其他國家 很多國與國之間的爭壓 很多都是為了領土 你看 兩次大戰都是 領土今天不是說 我們說 理論上不要說中國方面的南場 譬如釣魚島 大家有爭議 有其他日本的島和蘇聯有爭議 這些爭議的地方是邊緣的地方 最有名的就是歐洲的德國與法國 現在有兩個省叫做Alsace-Lorraine 世界裡面有很多德國文化 但是是法國的 這個就是德法的兩次大戰 大家的引爆理由 今天我們現在說的是香港 香港是廣東省保安域 一個地區來的 不是一個邊負 沒有一個說是有爭議性的 是國家領土的一部份 你現在說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最重要是大家要明白 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刑事的行為 是沒有國家安全的法律 其他法律都等於沒有 國家安全都沒有 你還有什麼秩序呢 社會就一定是內戰 是凌亂 革命 你一說危害國家安全 不單止是犯法 還要犯基本法 你犯法的意思是犯有後果 這個法律怎麼沒有後果呢 你沒有後果就更恐怖 講明這些事情是沒有後果可以做的 譬如今天搶東西是沒有法律後果 他有一條法律是沒有後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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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今天就是 大家在香港社會面對就是 危害國家安全是有什麼後果的呢 現在呢 特區政府 當然他在這方面的責任 是不可以是不負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國兩制的空間呢 設計呢 是中央主權上面的把關的工作呢 都是加了給特首的 所以叫做商責任 所以這件這麼多案件在香港 就算你講那案 講明什麼叫國家 國家是不是怎麼會由地方政府去證明呢 都是在法庭不像英國的 就是香港政府代表中央政府的 那你明白嗎 就是一國兩制已經將中央政府應該在香港 把主權把關那個地位 那個責任呢 是委託在特首上面 就是特區政府的領導 那給大家看到 那他一直在香港的政治我覺得 就是從香港的政治 guaranimate Luego導演的 Freud 就是 зем прив done 跌一跌 給它一個認受性的標誌 所以你要覺得它是很困難 它有一方面從香港人的角度去看 另一方面它要從中央的角度來相責任 所以沒有社會支持它做這件事是很困難的 所以國家安全的法律 政治上的現實就是每一個特首上任都說 遲些先 第二屆先 如果做第二屆的話 現在的特首是它說國家安全不可以不立法 不可以不執行 但是要條件理想 也跟著承認 也要製造條件 但製造條件不只是製造經濟 民生 是這些社會上很重要 最重要的事 但不是代表經濟 民生一直不增長不好 或者一直不理 國家安全不可能是一個可以等的東西 今天講到就是第一點就是什麼呢 如果這件事在國家安全上 人家有人像香港民族黨那樣 就是叫做明的 兜口兜面 你做這件事 上國際平台宣傳 是不是 今天它說話是以黨的領導的名義說的 不是一個私人個人的意見 是不是 那現在 你當一個挑戰已經來著 那現在政府的做法 就變了很明顯是被動 如果你說法理的 真的是誠懇依法治港的 就不等 有個書是主動的 法律當然是 在這裏就是主動的 維護社會秩序 為什麼被動呢 不行就不行 現在變了它等於有時候發生了 被動了 那被動呢 也都是好 它做法呢 就是你體諒它一部份 但另一部份又覺得 是要做多些的 什麼叫做多些呢 因為你現在只是做社團法 就是說我今天港獨 它現在只是針對一個 是一個有組織的 來分裂國家的體系 就是我上次講了 社團法是 只是涉及兩人以上的事的組織 任何體系的組織 兩人以上 那兩人以下 那就怎麼樣呢 是不是代表你只是提這件事 只是針對香港民族黨 因為它是結黨 兩人以上 那一個人就可以了 是不是 是不是呢 那行為 因為它不是說一個結社 就是黑社會這樣 它做的行為是犯法的 恐嚇啊 收保護費啊 搞賭債啊 搞嫖債啊 這些全部本身已經非法行為 但是你結做黨 就不需要證明這個行為 你已經犯法了 你是三合會會員就犯法了 你自稱是三合會員 你又犯法 你藏有三合會會司據 又是犯法 鼓吹其他人參加三合會 又犯法 參加黑社會禮業 又犯法 但是這些行為本身不是刑事行為來的 但是因為你是非法社團的行為 犯法 現在它的意思一樣 那本身的行為怎樣呢 本身的行為 通常的社團是非法社團 因為它本身的行為已經是每一個都犯法的 好像在黑社會那樣 那就是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已經是犯法 所以結社才犯法了 是不是 現在是否社會上今時這麼多爭議 是否因為特區政府是沒有一個指標 給香港的市民呢 是不是 什麼屬於 是不是兩人以下什麼都可以呢 還是語言可以 但是行動上就不行呢 或者有些語言都不行呢 或者只要報理都行 這個已經很多角度了 我不管哪個角度都好 都要有一套法律的 是吧 有法律的 是吧 這些法律書來有法律的 夜夜法庭都用這本書的 是吧 那你需要講清楚今天 講法律呢 就最不可容忍呢 就以一個政治角度嘛 是吧 去這個 變了法律用了工具來 來這個 支持你的 這個 暴政 那這些 但是如果你是法治的社會 一定是 那個法律是大公無私 是吧 個個都是法律以下的 不管這件事今天 能不能能夠 高不高市場 多不多人follow 是吧 我經常講 如果是列為毒品的 今天你有一個新毒品出來 沒有什麼市場的 那不要拘捕它啦 你拘捕它就反 拘捕它去哪裏 又沒有市場 又有市場 that is precisely wrong 法治社會就不是這樣 是吧 小人做這件事就由他做了嗎 是吧 是吧 是不是要到他失控才做呢 這不是法治社會 這是很基本的東西 全世界國家是法治的 是吧 是吧 因為 今天 你不做這件事 就影響到另外 那個題目就是什麼呢 現在有些人在說 你阻止它 民族黨做這些事情 阻止FCC 批評FCC 給那些地方做這些事情 那就是 打擊香港的自由 香港的自由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什麼 北京不適合聽的 那它就打壓你 怎麼會由國家安全 一定要廣東去的一個黨 或者政府的呢 現在說的是 一件事呢 是每一個公民都有責任的 美國人是很Patriotic的 有些人在家裡 整個掛紙棋的很多地方 有些人已經報上FBI的了 我覺得這些是很Patriotic 為什麼在他們的社會 做這件事是Glorious 而我們中國社會 說我愛國就是 啊 黃漢青你是Probation 為什麼呢 是吧 我不是一定要愛共產黨的 但是我愛我的國家 你因為覺得 我的政府 國家的政府 和你的政府 你現在覺得你的好一點 我就覺得我的好一點 那我不是你那個 那我當我不應該愛國的 那我當我不應該愛國的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什麼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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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社會上面的 理論呢 是吧 你這些東西去到美國 當然是講 國民宅 你看看美國 要不要猜著他們 那些Civil War 是吧 大家已經 嘩 要分裂 是吧 雖然那個聯邦制 不知道我們中國 是一向一個體系 是吧 你講到 講到 現在的題目是 講到說 中國 中央政府 在一國兩制之下 國家 怎樣 一個管理香港的體系 是變成了 用這個體系 講香港變成了 中國殖民地 你說什麼 你跟小孩 年輕一輩 香港中國殖民地 你說什麼 是不是 有一套人說什麼 就是說 哦 如果 一個地方 是那個主權 譬如說 用一個例子 這個地方 是邊境地方 整天這兩個國家 有爭議的 印度有很多 巴基斯坦 很多 很多這些地方 有爭議的 和中國都有 差幾條河北 河南 有爭議的 OK 那 你這個 有爭議的 有爭議的 理由 因為它的主權 不清楚 一時是你控制 一時是我控制 是不是 那就是 你喪失了主權 那就有條約了 它解決了 但是你今天 是有主權的地方 是不是 那你 怎麽會說 香港殖民地呢 那我聽到 有些 所謂法律學姐這樣說 所以 要因爭議肯定 在香港 岸方 沒有 給予中國的主權 那些範圍 其他就是 屬於香港的 那時候 你聽到 吳邦國 十周年說 香港沒有靖下的權力 這就叫做靖下 就是 中英談判 沒有cover的靖下就是香港的 這個意思是怎樣呢 就是 即是說 香港1842年 南京條約是一個合法條約 主權喪失了 明白嗎 南京條約 連英國政府都不敢說公平條約 不合法條約 拿一支槍根本進來強暴中國 鴉片戰爭 我們燒鴉片 他就燒我們 打進來我們用他們的武器 這個意思是否就是說 要這樣一條法理 是不是說鴉片戰爭是英國人對的 我們中國人燒鴉片是錯的 而英國人打我們 燒圓明園 殺傷我們 拿我們的錢 拿我們賠償 這是合法主權過裝 你說什麼 還是中國人的嗎 歷史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你要講到一個 所以香港有很多事情 沒有國家安全法例 一個正面的推動力 特區政府不會推動力 現在反應的 要事情發生 要中央開始出聲 國務院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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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又沒有國民教育 加上國家的 全世界都說 你看 很多地方都是高度自治的 是吧 Puerto Rico也好 Crebet也好 怎麼沒有一個中央政府代表 連中央政府的面孔都不能見 不見 難怪這麼容易被人魔鬼化 在香港也沒有聯絡辦 國與國之間才聯絡 你中央政府港澳辦 國務院港澳辦就港澳辦 你現在不是說你的權利 你有責任在 香港人都可以說 香港人都有權 香港市民和其他省的市民都有權 跟中央政府一個溝通的渠道 一個港澳辦香港不存在 存在一個聯絡辦 香港在上面住一個駐京辦 駐京辦是基本法22條 講明是中央和特區關係的 現在變成一個 連一個ETO都不如的 一個貴賓招待所 這個關係上 明白了 現在你講的東西是 關係上 中央和特區的關係是去到一個 整個組織平台基礎是很不正常的 即是高度自治 只要見不到國家 見不到一國的 甚至乎有些人說 要像英女王一樣 是一個橡皮圖章的中央 有些人這樣看的 除了國防和國家什麼都是我 這是錯的 除了國防和國家 國防和國家怎麼會是你管的 你給你管也管不了 你也代表不了國家 高度自治 什麼方面高度自治呢 就是在中央和特區的關係上 就是高度自治 為什麼不是絕對呢 因為要符合基本方針政策 我經常講過 就算香港七百萬人要共產黨 要香港要社會主義都不行 基本方針政策不行 誰把關就是中央把關 這個就是一個題目 但是就算要等給他們到的 現在 那些東西的原則性的基礎 大家都知道市民完全不清楚 不知道 特區政府也沒有這樣能來去推 加上現在 你香港在一個兩週之下 我想香港 反過來跟大家講一講 國際記者對香港有一個交代的 香港算不算是一個國際記者方面 覺得的記者自由是很高的地方 你排多少 香港全世界 你連Snowden要離開美國的圖 選哪個圖 全世界都知道他這個 whistleblower 要吹響才會在香港吹 在香港吹雞 為什麼要選香港呢 香港和新加坡比哪裏的新聞空間窄一些 闊一些 新加坡普通話是沒有陪審團制度的 香港是有陪審團制度的 特首犯法與民同罪 在香港看到的 沒有人在法律之上 關於國際社會 恐懼之間 對呀 在香港是有陰性的 因為算是有陰性的 對啊 因為你們也會看那個 如果你們有陰性的 這就是 怎麼有陰性的 如果你們有陰性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他是不是真的想來 握殺我們的自由空間 就是覺得讓我們來壓迫這700萬人 14億人口的福祉每天都要這個政府的處理 我常常在中央在北京開會的時候 每個官員都說你們香港人好像很自大 好像大陸一起來第一件事就怎樣壓迫香港 香港發生什麼事 中國多少 香港怎麼比 你港人治港可以搞到社會平穩繁榮便好 你現在經常和中央的國家要挑戰 誰得益呢 就是一個挑戰者 去justify他存在的價值 一個永遠打冕的戰爭的任務 就是 年輕人 就是 受感染 是固定的 年輕人最容易受感染的 所以我經常說 特區政府有個責任 當時如果是一個人的負責任 那些人的負責任 那些人的負責任 這個人的負責任 你喜歡不說廣東話 喜歡說英文也好 香港在這麼多元化的社會裏面 我覺得我接觸 見到香港的市民 在香港住的中國人 大家都愛國的 怎麼會不愛國的 大家都是去國家驕傲的 為什麼要把這個特區和中央政府對抗 換而言之對其他省市都對抗 不融合在國家的發展裏面 你高鐵 誰叫要 我們叫要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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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大家都不清楚的來源 為什麼這麼多 高鐵是我們中國發展的一個大的主題項目 高鐵 一路一路都是高鐵 你看看高鐵打通了整個中國的經濟 運輸 交通的網絡 香港是到高鐵定了板 拍了板 已經中站是南中國 在深圳 才說要拆入的 大家不明白那個問題在哪裡 大家不明白的 大家一講高鐵 大家不記得那個高字 高速鐵路 走到二三百米才高速的 一開步 起不到二三百米 所以你說福田下車就不是高鐵 這個就是支線來的 你明白嗎 你一美站在福田就香港不是的 你怎麼可以下不停的 你明白嗎 所以香港要走回二三百米 一定要廣州南才行的 你起不到一步 你說什麼 你一個深圳行員去深圳 你高什麼鐵 那個是支線 支線不用這麼多八億 一條支線就是支線 下車再上過 你說要方便嘛 插入嘛 那唯有兩檢 你明白嗎 你進去你不想下車 其他地方哪有兩檢 整個武漢 上海哪有兩檢 那只是來那裏做 這個我不再講到這裏 不過又是一樣東西就是 香港在國家發展裏面 每一樣東西 現在反對那些人士 就是挑釋 說是 哇 自治化為沒有了 又中央來壓迫你 是不是 中央為何要壓迫你呢 通常壓迫呢 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稅收 剛剛你讀歷史 嘩 一說報骨 第一件事是什麼 嘩 重稅 重到你已經負擔不起 全世界的國家都向地方政府收稅 因為維護國家不用錢的 所有的外交部不用錢的 香港可以不用付 香港可以不用付 每一個省市都要付 每一個自治區都要付 每一個直轄市都要付 為何兩個特區不用付呢 是嗎 你自己要自己在福中不知福 其他省市的中國人是怎樣 為何要給多些呢 又要派解放軍人 又要其他省市給錢的 是嗎 就是大陸的中國公民給錢的 你香港人還不醒覺一下這件事 如果中央不體貼香港的情況 一回歸那天 所有邊防已經是解放軍邊防 跟全世界一樣 對不對 那條線已經放在赤立國 你覺得什麼 他把這條線縮上去 怕你太過敏感 他在那裡 看都不對看 解放軍人做軍服都不行 這樣的心態 所以現在中央政府覺得 都會正視這件事 特區政府更加要正視這件事 是嗎 為什麼要魔鬼化這件事呢 比如說 香港回歸日 7月1號 國慶10月1號 最重要是熱式升旗 升中華民共和國旗 什麼地方政府說 在那個地方政府的警察 去穿殖民地的制服 在那個銀章看清楚 沒有了王冠的一個子晶 tuydca 在維多利亞港怎麼體驗到回歸呢 我做過提案的 為什麼不解放軍 直接是 現在郭強為什麼不解放軍這些兵艦 使用維多利亞港向港人致敬呢 為什麼不解放軍去升旗呢 軍隊不代表你 全世界 美國升旗那個是USMV來的 不是一個加州警察來的 國家概念哪裏有呢 責任在哪裏呢 所以很多東西這些 我想大家明白 不要凡事都是責任在一方面 社會有責任 政府有責任 最沒有責任的就是外國政府 因為它看著它的利益 大家也看看 有什麼地方 有什麼國家 可以容許外國政府在香港 提論官員內政的 好像美國領事院那樣 在香港有政治部的 領事 管領事的 簽Visa的 招商的 有政治部的 多大空間 英國政府一樣 英國國會報告全部 英國領事社的 全部和維也納的 Treaty 完全背道而馳 這不是大使館 這不是大使館 這麼大空間在香港 有什麼地方可以容許 好像在香港那樣 在美國國慶的 它租家美國酒店 做它的cocktail 是美軍陸戰隊拿著真槍入場的 托美國旗的 給你這麼大的空間 你選第一個國家 你拿軍隊拿著槍 進一間酒店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不要被人妖言惑眾 香港的自由得來不易 誰保護你 誰維護你 誰想 這個計算 就是你的中央政府 就是國家 它不想 你就不會一國兩制 剛剛 如果它要一國一制大賽義 是怎樣的 即是打 在憲法上說兩制 就是我們的包容性度很高 我們國家 新時代的中國真是新時代 是否可以 台七點了 說完了 題目太多了 任你捨哪一條都可以 請問呢 陳豪天今天在演講 呼籲美國要取消香港關係法 制裁特區政府 踐踏人權 你自己又怎麼看 我沒有聽到 我完全沒有聽這個人說話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評論 你說它說什麼 即是呼籲美國政府 哪個 要修改什麼 希望美國政府檢視香港關係法 什麼要檢視 美國和香港 美國和香港 有一個叫做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 看 每一樣東西 講中國憲法 看看中國憲法 看看 看看這個法律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上網就有了 通常一個國家 是各與各之間 有一個Policy Act 譬如 U.S. Japan Policy Act U.S. Korea South Korea Policy Act 爭議性 U.S.台灣 那怎麼跟香港有一個Policy Act 一個字大家不明白 一國兩制之下 高度自治 我經常講 在哪一方面 香港的自治是差不多絕對的呢 國際貿易 自治 我們今天要給其他國家的航空公司來香港 不用命中央 簽國際協議不用 因為我們是獨立會員 是WTO獨立會員 自己的關稅區 貿易 所以在每一個國家 我們要的都可以有貿易的寫字 簽了就行了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最主要就是 就是 確定香港的貿易的自主地位 在美國有一個U.S. Commissioner 香港 在華盛頓 香港有一個 ETO 在華盛頓 在三藩市都有 英國 歐盟全部都有 這個就是U.S. Hong Kong Policy 是講貿易的 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他用這個 來解釋香港講港獨 說香港自由是什麼 我經常說 不要這樣低B 不要經常當香港人是Lulu 稍為看一本書 稍為看一看這個Hong Kong U.S.Polisec 看一看裡面講什麼 有兩個問題 首先 你剛才說特首商責任的事情 但其實今天林太就訪經 政府是不是那個姿態 其實真的是負面 或者可能像你剛才所講到的 有關是很passive 我覺得今天去的行程 我想是一向計劃中的 因為這個是大灣區 是一個主導會議 香港真是 一帶一路就比較難拆入一些 但你說大灣區就夠了城市 是吧 這件事特首去是應該要去的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在大灣區 很多人看不到香港有什麼獨特優勢 如果你說經濟上 你怎麼跟廣東省比 去到香港的資產 即是深圳的GDP大過你 所以香港的獨特優勢 不只是法治 即是我們的普通的制度 就是什麼呢 我剛才講 香港是自主的貿易地的身份 我們可以跟國際插進去 廣東省怎麼跟國際簽約 你都問了商務部 我們有優勢 第二 我們是中國有三個法定貨幣 現在流量大的就是人民幣 但是屬於國際貨幣的Hard currency就是港幣 港幣的重要性很低 港幣也是一個在大灣區發展中的 尤其是現在貿易戰爭 提到香港US policy提得好 貿易戰爭不關香港的事 因為中國在貿易方面給香港自己有一個金鐘罩 你自主 所以大陸和美國有貿易戰不影響香港 市場以前有連接影響 但是香港貿易不受影響 不單止不受影響 暫時如果這個貿易戰有持續性 那是不是香港可以發揮到它的特別地位呢 因為我們不是trade war的 你說它控制人民幣 那我們用港幣就可以了 港幣packed to US dollar 連利息都packed 等於US dollar 所以很多東西香港不知道 中央給我們這麼大的空間 大灣區九個城市 只有香港這個城市可以做到國際龍頭 好 我想問一下 譬如今日的發言 今天是甚麼 陳浩天的發言 其實 我沒聽過 我沒聽過 他講了法人的事 可以將他拘捕 即是解釋他散播港道的現象 你現在已經跳了很多步 你現在針對今天發生的事 你第一個問題 我們有沒有法律呢 你現在講執法人 執法人也根本法律了 你又發生一件事了 有一個執法人 你有沒有針對法律才行 我說有 我一直都說有 你可以開釋好的 可能差一點 不是 你 ERIC 我 Companion 什麼 所以這個法律要講清楚 我今天整個事情都講 要給香港人一個指標 指標包括警察 是不是 你沒有指標那怎麼做事呢 法律在啊 但是有指標 你的政府要有這樣的 political will 去 implement the law 是不是 那第一就講明法律是怎樣 那你現在說是不是犯法 那你說很簡單而已 我已經講了 他派全單都犯法啦 曾德成就坐了兩年 是不是講過啦 是吧 法律在啊 你現在只是動社團而已 是吧 那我就講過啦 那就是被動性了 是不是 那你今天全部都是一個 一個就是 你發言 你當然不可以阻止一個人的發言 除非他這個機構已經禁了 那他現在還沒禁了嘛 他現在 但是 那通知給了他嘛 社團法第八條嘛 一禁了就十八條啦 就是和黑社會平列的啦 非法組織的啦 只是參與 都已經在拉得啦 那但是 你今天講一方面 如果你未曾 雖然他未曾定為非法組織 但所謂的司法程序開始了 他就給了通知他 他要申請又給了延期 那如果你在這個時段 譬如說這個組織換個例子 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或者同意 我覺得國家安全更重要 反而只是罪案 黑社會 要國家安全 如果你今天說 這一個組織 保安局覺得是 銀行是刑事組織來的 跟一個黑社會一樣的 那如果在一樣 第八條 就要定它為黑社會了 之前 你特意去挑戰跟它有關係 那有沒有法律後果 是不是 大家都要看一下的 我經常說 社會上 文明社會上什麼呢 規矩擺清楚 大家一定要知道 你犯不犯法 你是你的決定 除非你有精神病 身體病 是你的決定 你有法律責任 這就是法治社會有法律責任 你戰終有法律責任 你暴動有法律責任 你估出國家分離 肯定有法律責任 而對有法律責任 是你的決定 你永遠都要批凌 你維持公司 會不會警方是時而不見呢 就算不抓都會不會來有些檢查行為呢 至少每個人進去都先記下名字 你看到很多香港所謂黑社會裡面的領導死了 他拜祭都要登記的 看身份證警察 犯黑祭要登記 今天就是很簡單的 你現在在社會上反對人士 將維護國家安全 種下一個心魔在這裏 覺得維護國家安全 沒有空間的 但打擊黑社會 譬如說 有一個心魔在這裏 有空間的 是不是這樣呢 所以另一件事 維護國家 危害國家安全 絕對是刑事行為 全世界都是的 有刑事的行為 我第一件事就是有刑事的責任 這個職責在哪裏呢 就是特區政府 也都沒碰過 OK 行了 收貨 抱歉 我有 Tower 跟 explain 我說擔心 《戰略法》那裏 是不講《捷特2-8》 例子尺 Dennyi Caiant modelling指 Surux Post 譬如指定第9條 就講第10條 你明不明白 調查都沒有調查過 你今天陳德成在聖保安南派傳單 被警察拘捕 判錯兩年 你現在陳豪天后校派傳單 不要說拘捕了 有沒有充公的傳單 你看刑事條例 跟著有幾條 寫明就算不拘捕 充公的傳單都能做到 你現在看刑事實 究竟執法那些 講清楚 國家安全現有的法例 究竟你用不用 沒有可能說用不用 當給你空間說 你說過時就修改它 或者23啟動 你不可以騙人 23不立法 因為本地法律足夠應付 到真的有情況發應 轉本地法律 就是國家安全的法例 害真空的 你說什麼 全世界有這樣的事情 我經常都說 有沒有平衡 國際公約的事情 由法庭去判的 連法庭都不送 檢察都不開始 抓都不抓 調查都不調查 所以我現在看了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 對 剛剛你提到深邏的問題 就是方間的深邏的問題 你覺得怎麼可以解決這個深邏 那你還不是要在政治上 特區政府是可以在憲制的安排 一國兩制的形式 國民教育方面 要有這個決心和團隊支持 找對的團隊去推這件事 是有一個主流思想的 憲法怎麼不是政府來做思想領導的 大陸是單一制政府 如果你是好像美國那樣 三權分立 誰經常去跟美國憲制講課 就是美國Chief Justice 他審亡時下少 去大學講課的時候多 思想領導 不可以等判案才說 積極做 主動做 你等案發生才做 已經是被動 剛才你也說到 最討厭的人把法律拿出來講 就是justify自己的政治立場 但其實如果我說好像美國那樣 你找大陸律師做一個團隊去建立憲法 其實你覺得香港現在的所謂律師界 但是你有沒有可不可以找到這個團隊 不是 美國先說Chief Justice 不是律師 當然是美國 美國的學院多過律師 美國多數打工師多 學院的教授 你也有很多法律上的 比如說基本法 基本法文化 比如說美國 你很多 你想看憲法怎麼看法 不是看判案判詞 你有很多law journal 現在20年都沒有一個basic law journal 沒有的 那為什麼沒有呢 沒有basic law journal 那basic law library都是我們去搞的 拜大會堂 政府沒有這個 推動力去做這件事 我們開兩會的主角 基本法教育 怎麼教育呢 書又沒有 人又沒有 三樣東西 永遠一樣東西 有這個書籍 material材料 有這個人的教授 第三樣的文化 有這個文化就成事了 Word Law OK OK 好了 今天有學讀聯 學生獨立文明 都是這些 普港獨的組織 他們說到要保障 Joint Declaration 賦予我們的言論自由 和結寫自由 Joint Declaration 現在在香港 我回答你一個問題很簡單 Joint Declaration 已經是一個 叫做 圓左的文件來的 今天第一 不是我們講過 我以前講過 Joint Declaration 我不覺得是條約 因為南京條約 都不是條約 不嚇 Unegal Treaty 不是條約 所以叫做Joint Declaration 但是就算當該條約 都是各與各之間的事 付不到那個條約下面的市民 有什麼權力的 OK 但是呢 中英這個Joint Declaration 是有 最重要的一句就是 什麼呢 後面那句就是 所有Joint Declaration 裡面的 基本方針政策 一定 中方 以他的國會 人大常委 通過法律規定之 變成法律化了 所以你的保障言論自由 全部都是基本法給你的 OK 到1990年 入了 起除了基本法 在英國國會 是要通過的 我也在那時候 1989年去聽 1990年一通過 通過英國國會通過 就是跟蹤中英聯合聲明 入了基本法律化了 一發律化了 就是內政 基本法 就是基本法 基本法 已經寫完 Joint Declaration裡面 所有東西 基本上 合不來 你沒看過 你去看看 更多 具體更多 一還有JLG 這個1984 還有中英聯合小組 計算到2000年 一路加進去 所以不僅止中英聯合聲明 重要這個 所有的JLG agreement OK Thank you